琵琶伴奏带出说唱旋律 音响传来熟悉声音 一顾国宝说唱艺术家杨秀卿 诉说廖天丁经典戏码 让人回味无穷 大道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 邀请杨老师的子弟兵 带来一场跨时代的念歌演出 我们纪念杨秀卿老师的方式 拿他的学生来帮我们 跟杨老师的声音口白 跟我们的他一生的乐器 来做一个时空交流 不只有说唱艺术 还有陈锡黄徒弟带来的掌中戏 除了在戏台上演出 还要帮观众算塔罗牌 一对一近距离互动 比销馆里面 然后用算命的方式 类似像算塔罗牌的方式 来帮观众做一个近距离的互动 已经连续举办第七年的戏春大道城 今年规划25场戏曲活动 邀请观众走进难得开放的 和胜堂看表演 过一美书店也演出改编日志时期作家 西川满小说的布袋戏 传统戏曲和15间老屋 蹦出行火花 有一个文化 有一个故事的地方 是比较对观光客来讲 是比较吸引的 所以说我们非常的鼓励 我们的地方 有一些制化新的活动 西村大道城活动 从4月28号开始 为期10天 总共40场表演 出办单位邀请民众 来迪化街逛街 顺便感受戏曲魅力 记者邱顺明台北报道